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随医砖紧急医院小组及防疫执行小组 已于开学前召开防疫会议 在开学后配合进行两体温 带普照等相关校园防疫措施 鼓励同学培养良好生活作息 并搭配运动以强化免疫力 将防疫内化为日常生活习惯 共同持续维护校园安全 面对疫情 素人一专全校师生进行相关校园防疫措施 自开学当天起于校门口周围 包含活动中心前校门口两侧及机车入口处 设置体温筛检站 全校教职员工每天早上进入校园前 务必测量体温 无发烧者盖上印章后时可入校园 全校各单位并确实执行环境清销 同学上课期间请戴口罩并做好自己的健康防护 务共饮共食 避免近距离讲话或肢体接触 最后呼吁同学们进行健康自主管理 避免到人多密闭场所 非病不到医院 进出公共场所要戴口罩勤洗手 希望大家都能培养良好生活作息 均衡饮食搭配运动 以强化免疫力抵抗病毒 与学校共同吸收走过校园防疫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